农历春节就要到了现在呢 一些主打年节的点心都开始在网络上面热卖 像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看看手工饰饼 业者是利用特别的技术 把原本看起来是干干扁扁的饰饼呢 填进不同口味的馅料 外观看起来还是一颗完整的柿子 变得圆圆相当的讨喜 这是传统饰饼 干干扁扁的模样是大家对它的第一印象 不过加点料 传统饰饼摇身一变成了最夯的团购点心 一般饰饼都是这样干干扁扁的 那这个就很饱有原始柿子的那一个感觉 饱满圆润的饰饼切开泡面就有三种不同层次 有果肉 地瓜泥 里头还包着黑糖麻糬 只是看来看去外观毫无破损 到底这share是怎么塞进去的呢 来到厨房一探究竟 只见师傅就像灌泡芙一样 把喉豆馅塞到饰饼里 不过已经风干的饰饼 要怎样去子塑形成了业者的最高精密 过年就是自己吃送礼的部分 其实需求量很大 那它有非常大明显的差别 大概现在大概有成长四五成左右 难怪店家要留一手 因为光靠这抹茶 起司 地瓜 黑糖 还有红豆四种口味的饰饼 单月竟然只有上万颗的业绩 营业额少说五十万 碰上农历春节 象征世事如意的饰饼更是订单爆料 不过手工一天只能生产两千个 工厂只能轮两班赶工 希望在除夕前消化订单 您带去吴云竹丑荣庆台北报道